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被过河拆桥,娱乐圈人情冷暖现实揭秘 每年的春节档都是一场电影盛宴,今年的春节档也是如此 贾玲为影片拍摄减肥100斤,为热辣滚烫这部电影赚足了流量 作为贾玲自导自演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上映后的票房十分不错 除了热辣滚烫之外,张艺谋导演也是春节档的常客 她的新电影《第20条》也被许多网友期待 这是一部充满温情的电影,张艺谋导演把目光聚焦到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聋哑人 赵丽颖虽然在影片中镜头很少,但她对人物的却是实打实的无可挑剔 她的眼神中流露出的都是对现实的无奈与悲悯,让观众很有代入感 靠赵丽颖引流 尽管赵丽颖在《第21条》中只有几分钟的亮相 但拥有绝对知名度和国民度的她在宣传时几乎成为电影的焦点人物 赵丽颖第20条哭戏,赵丽颖首部电影等词条几乎占据热搜,狠狠地给电影送了一波知名度 因为喜欢赵丽颖的缘故,她们为电影贡献了不少票房 在每一次的采访和活动露面中,赵丽颖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电影传递声音 以她的角度来解读电影,展现出作为一个演员对角色的特殊感情 赵丽颖的参演无疑为电影增光天才,也正是靠着她的知名度 电影备受瞩目,为日后电影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努力宣传的实力派女演员 在电影上映之后却受到了所有人的被刺 王一博角色魅力值,麦蒙与秀肌肉之间的巧妙平衡 王一博的两个角色,一个小茶花的魏若来,收获大批妈妈粉 宠妙无底线,甚至把一帮老爷们都收入囊中 然而,硬胡的杨震一上线,瞬间赫尔蒙爆表 热血方刚,反差感拉满 这部,马上就有人开始问了 杨震看起来强得可怕,一个能打魏若来七八个 你说若不禁风的小来来,赶紧让妈妈们带回家吧 电影《维和防暴队》频频放出花絮 特别是王一博练拳的视频一出来 肌肉线条清晰可见 这可比魏若来露上半身看得人脸红脖子粗呢 哎呀,接着夸,王一博带来了新作《维和防暴队》 这不仅是一部作品,更是一场视觉盛宴 让人目不暇接,心跳加速 说到杨震,这位肌肉猛男 他在剧中的表现可谓是立拔山和气可视 每一个练拳的动作都充满了力量感 仿佛能听到空气中的喷喷声 他的荷尔蒙指数爆表 让人看了不禁想大喊 杨震,你太man了 双引号 这男人,拔菜那叫一个干脆利落 浑身有骨屎不完的牛进 人家干半天一箩筐 他却双倍完成两箩筐的速度完成 更别提那些打斗的场面了 更是热血沸腾 什么拉链 什么俯卧撑 跳楼 打枪了 展现男生魅力的地方 硬壶战斗机就看杨震 这让我们心宠魅弱来怎么比 软糯糯的小声 在杨震的肌肉面前 他显得有些拉胯 但魅弱来自有他的法宝 那就是撒娇和示弱 他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猫咪 总能激起人们的保护欲 在剧中 魅弱来的角色总是被牛春苗欺负 甚至有时候连这个比自己小五岁的妹妹都打不过 哎呀 这可真是让人心疼 但别急 魅弱来自有他的应对之道 他就像那位历经九九八十一男的唐僧 虽然显向还生 但总能逢凶化疾 化险为夷 魅弱来的角色 虽然在力量上不及杨震 但他的机智和韧性却让人敬佩 他总能在逆境中找到生存之道 就像那朵在风雨中摇曳的小茶花 虽然若不禁风 却总能顽强地生长 而杨震 他就像是那棵在风雨中屹立不倒的大树 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遮风挡雨 他的肌肉和力量 不仅仅是外表的象征 更是他坚韧不拔精神的体现 在《维和防暴》对这部作品中 我们不仅看到了王一博的好身材 更看到了杨震和魅弱来 这两位演员的鲜明对比 反差感很强烈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了不同的角色 不知道这次魏弱来的魅力值能否胜过杨震呢 有点拭目以待 王一博在塑造角色时展现了独特的魅力 这种魅力既来自于他能够卖萌 又来自于他展示肌肉的能力 他的角色不仅仅是简单的人物形象 而是通过精湛的表演技巧和自身的魅力 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在角色的刻画上 王一博能够巧妙地平衡麦蒙和展示肌肉之间的关系 麦蒙可以使他的角色更加可爱 引人注目 而展示肌肉则增加了他的阳刚之气和吸引力 这种巧妙的平衡让他的角色更加丰满 更加具有吸引力 使观众更加喜爱他的表演 通过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王一博在角色魅力的展现上 与其他演员有着明显的不同 相比于只展示肌肉的角色 他的麦蒙更加生动可爱 相比于只麦蒙的角色 他的肌肉展示更加阳刚有力 这种独特的魅力使他的角色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 成为观众喜爱的焦点 在今后的表演生涯中 我们期待王一博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巧妙的平衡 不断挑战自我 呈现更加精彩的角色形象 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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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rabbi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